在未来有钱人跑步是违法的 幸好男人反应快及时停了下来 显然 一夜暴富的他还没适应富人的生活规则 只见他来到一家八星级酒店 直接包下了所有豪华套房 目的就是为了体验一下有钱人的感觉 但服务员并没有收钱 而是用机器在他手腕上扫了一下 原来十年后人类不再需要花钱 而是花时间 每人的手腕上都有自己的时间 可一旦时间用光 人就会立马死掉 当然 时间还可以通过打工来赚取 但无论你怎么拼命工作 赚来的时间永远不够花 几天前一夜暴富的马克还是个时间穷人 此时他的时间已经不足一天 于是他迅速来到工厂开启了疯狂打工模式 经过一天的工作 马克终于赚到了能活到第二天的时间 晚上他来到酒吧找朋友喝酒 可没想到却碰到了时间劫匪 所有人吓得撒腿就跑 可唯独这个男人很淡定 劫匪仔细一看 男人的手腕上竟然有一百年的时间 这下可发残了 富豪表示抢劫可以 不过要等他两分钟 说完他便来到厕所 然后抱着马桶吐了起来 可就在这时 马克突然出现救了富豪 他带着富豪拼命逃跑 最后两人成功甩掉了时间劫匪 他们躲进一间废弃仓库 马克很不解 他问富豪为什么会来到平民区 富豪倒也坦率 说自己已经活了上百年 早就活够了 所以才来到平民区找死 接着他还告诉了马克一个残酷的真相 其实绝大多数的时间都被富人操控着 他们控制着平民区的物价 压榨穷人的工资 目的就是为了不让穷人有太多时间 而剩下的时间和资源全都在富人手里 只有这样那些富人才会活得长久 马克听后简直不敢相信 富豪问他 如果你有一百年的时间你会怎么做 马克看了看自己手腕上的时间 他对富豪说 我绝不会浪费一分一秒 富豪没有说话 而是深情地看着男主 等到第二天男主醒来 他惊讶地发现 自己手腕上竟然多了一百年的时间 而此时富豪也早已经离开 马克来到窗边 他看到富豪正坐在桥上 原来富豪把自己的时间都给了马克 此时他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马克想救富豪可还是晚了一步 晚上一夜暴富的马克来到车站 他想要给母亲一个惊喜 可等了半天都不见母亲的身影 他立马意识到了不对 于是他赶紧往母亲工作的地方跑去 原来母亲在坐公交车时 车价突然涨到了两小时 可他手腕上的时间只剩一个半小时 没办法 他只能飞奔回家 但他的时间明显不够 可就在时间快要耗尽时 终于 女人看见了向他跑来的马克 眼看马克就能把时间分给母亲 可最终母亲还是没能挺到最后 就这样 马克亲眼看着母亲死在他怀里 他抱着母亲痛哭 此时他的心中充满恨意 他恨那些富人制定的规则 他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而报复那些富人最快的方法 就是赢取他们的时间 于是马克来到富人区最大的赌场 他发誓要赢光所有富豪手上的时间 而他眼前的这个男人 正是富人区最有钱的人 他的时间有上百亿年 很快赌局开始 可没想到 马克一上来就压上了全部的时间 他只给自己留下了三十秒 而一旦输掉赌局 他就会当场死 他四次就会让他们赢光所有人去